今天各地還是晴到多雲的天氣形態 由於水氣減少 花東還有恆春的降雨變得比較零星 那麼清晨天氣呢 還是比較涼的 中部以北跟宜蘭低溫12到14度 南部還有花東15到17度 在空曠地區或是近山區 更有10度左右 或是以下的氣溫發生 那麼在白天呢 氣溫逐漸的回升 預計要到週一也就是明天 東北氣風增強 不過冷空氣並不強 降溫也比較不明顯 下一波有感降溫 要等到週六之後 降溫也表示 後期冷空氣會比較強 但還是要持續的觀察